作为一个台湾人民 作为一个台湾的外交部长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外交部长吴钊燮上任一年多来 断了五个邦交国 被批评是断交部长 但同时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也影响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吴钊燮接受苹果新闻网专访 畅谈台美进展 邦交关系与两岸局势 作为外交部长 当然是对外交上面的挫折 都必须要去负起责任 个人比较觉得委屈的地方 就是说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 几乎是要赶紧杀绝的 来压缩我们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人 是跟中国是一起唱歌的 那这个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 只要我们跳入了 中国所划设的这个圈圈 划设的这个陷阱之后 我们台湾是没完没了 到最后我们台湾就是跟香港的地位一样 尤其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香港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之后 我相信我们的台湾人民更加坚信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一国两制 但是要维持两岸关系的这个稳定 当然我们也有责任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针对中国有任何的这些挑衅的 这些言或者是行 中国对有一些国家的这个政客 是直接把钱放到他们的口袋 我所观察到的就是中美洲国家 对跟中国建交的这个后悔 他们是有表达这种高度的这种情绪出来 有很多的这些原来的邦交国跟我们断交之后 他们的人民是感受到了 我们台湾给他们人民直接的加会 因此他们对于政府是表达高度不满的这个情绪 比如像吉利巴斯 他们可能接下来会有对总统的不幸认安 如果说对他们总统不幸认安通过了之后 我们也要必须去观察 我们接下来跟吉利巴斯是不是有进一步在发展 或者是恢复这个交往的这个机会 在过去这三年之间 以台美关系改善的这个幅度来看的话 我相信台湾人民已经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 而且每一步都跨的很大步 他们的官员会利用某些时刻 来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而且是一个全球良善的这个力量 因为我们台湾做了很多 默默地做了很多 跟美国的这个partnership是越来越强 所以美方才会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台湾 我们台湾是全球唯一被美国用这种方式来称呼的国家 我觉得很自豪 政治中心台北报道 民进党收买不了苹果 但是你可以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Apple Daily 第二个集团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